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四川观察紫约的直播间 今天呢已经是我们的第五期直播了 然后在海外的小伙伴呢可以搜在TikTok上面搜紫约6541观看我们的直播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,多多点赞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色男 可能很多观众不知道什么叫做色男 那么没有关系,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 除了我之外还有四位海外的嘉宾参与到了我们的直播当中 在我们的讨论过程中也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 也欢迎大家在弹幕上面跟我们互动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我们看到了右侧我们的嘉宾已经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那我们依次从1号卖到4号卖 有请我们的四位嘉宾做一下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吧 我们先欢迎1号卖的Amber Hello Amber 现在好了 OK Hello Hello 我叫Amber 我来自加拿大 然后我现在在四川大学上学 已经大三了 对 好的 然后你现在就是平时就是在学校里上课 嗯 对 好的 好的 谢谢Amber 那么二号卖的小伙伴可以做一个自我介绍 呃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杨洁 我来自马来西亚 我是在电子科技大学读计算机 目前是大四的 对 杨洁 好 我们三号卖的小伙伴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呃 大家好 我来自俄罗斯 呃 我叫Oli 呃 中文名字叫做说 我在成都 呃 学习韩语 嗯 欢迎若若 那我们有请四号麦的小伙伴Mike 大家好 我叫Yaya 中文名是Mike 来自Tinaia 哦 来好 我在Dinaia 我现在在读博士 我在西南财经大学 哦 哦 是西南财经大学的博士 对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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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 那我们 那我们四位 四位嘉宾已经全部做完自我介绍了 那么我也想在开始之前问一下评论区的小伙伴 大家有没有知道色男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有人知道色男是什么意思 可以在评论区中打出这句话的意思 可以在评论区中打出这句话的意思